南投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七次定期会在今日召开 议长何胜丰肯定县府对猫罗西发展的未来规划 县长林明珍表示 南投市地理条件优异 猫罗西经整治后 不仅减少水患发生的可能 更让县民能在优美的场所休闲运动 结合了会展中心以及沙雕园区 相信对南投市的发展与观光有一定的帮助 为了地方发展 县府向中央争取城镇之心工程计划 猫罗西中油段生态及生活廊道重建计划 希望将猫罗西整治后绿美化 结合南投灯会以及沙雕园区 成为南投市的景观休闲园区 那么这个猫罗西虽然前走是在水利署 第三河川级 我想我们在地方政府也是有需要来配合 争取把马罗西整治一个城镇之心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马罗西的沙滩高地 来把它整治更完美更亮丽 让我们南投市民在早上和下午能够借有 马罗西的优美的环境来做适当的运动 相信这个可以创造双赢 那么县政委是计划 尤其我们每年这个南投灯会 就是在我们的会展中心来举办 另外在对岸 我们就利用高速公路的高价格的闲置的空间来创造 这个沙雕文化艺术园区 还有停车场 那么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再结合马罗西 我们这边可以规划一个非常 这个休闲亮丽景观的一个休闲区 结合一起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这三个地方归纳起来 来做一个风景区的一个规划 我相信对我们南投市的发展 对南投市的休闲公园 对南投市的观光 都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县府争取前瞻基础建设城镇之心计划 已获得中央核定 经费达三亿五千万元 先议会第十八届第七次定期会中 议长何胜丰肯定县府 对于观光发展的决心 也希望在府会合作之下 创造南投县民更多的福祉 在这里要感谢我们观众 这么用心 对我们南投官和南投市的 种种建设 所以我希望 我们观众要出现 让我们一百分到二十来完成 对我们南投官的种种心态 变成的生活可以得到更好 促进观光发展 让南投县更加亮眼 县长表示 猫罗西整治绿美化完成之后 结合会展中心 南投灯会 以及沙雕园区 除了创造休闲景点 也让民众增添了旅游的好去处